今天翻译讲Bred博士来讨论这个 鸡酸 也叫鸡肉素 用来长鸡肉的这个补充剂 1999几年的时候 运动员开始吃这个鸡酸 他对增强运动员的这个运动表现非常有效 但是呢 也有人说这个鸡酸是会导致这个肾脏的损伤 对肾脏会有损伤 还有一个呢 说这个鸡酸让你这个肌肉看上去肌肉很大 是因为它这个里面吸收了很多的水分 你这个肌肉看上去很大 是因为里面吸收了很多水分 都是冲水的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呢 听我们慢慢讲 好你看了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可以提高你的运动表现 然后呢 安全了解各种安全上的问题 以及省钱 不要把钱花到没有用的东西上面 好 鸡酸到底是什么呢 鸡酸是一种自然产生的 不非蛋白质的氨鸡酸 主要在红肉 以及一些海鲜里面有 鱼啊什么的 它这个氨鸡酸是不是构成我们蛋白质使用的那个22种什么必须氨鸡酸 它不构成蛋白质 它是非蛋白质氨鸡酸 如果你是生同饮食 吃很多很多肉的 那你肯定也吃进去了很多的鸡酸 因为在这个发现鸡酸最多的就是在这个骨骼肌的这个地方是最多 什么牛排啊 什么牛排啊羊排啊这个都是都是瘦肉 它里面也就是这个肌肉啊 这里面的鸡酸是最多的 当然了这个鸡酸存储在人的身体上也是在存储在这个肌肉里面是最多的 当你的肌肉要去做运动的时候 它就是在这个消耗ATP啊 也就是三磷酸肝三磷酸腺肝啊 就ATP啊 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啊 然后呢 三磷酸腺肝变成了腺肝二磷酸啊 这里是两个三个磷酸变成了两个磷酸 还有一个磷酸脱落了啊 变成了磷酸盐 同时呢 产生了能量啊 那你这个肌肉的力气能量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化学反应 产生了能量啊 这里是能量 所以ATP它降解的时候就变成了ADP和这个磷酸盐 同时释放出了大量的能量 所以你就有力气可以去做运动 所以呢 简单的讲 我们的能量就是来自于这个ATP的 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有更多的ATP啊 或者能够产生合成生产更多的ATP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能量 在体育上讲就是你这个运动表现 运动耐力 爆发力 你整个体育表现啊 都变得更棒 好 那么我们就要来讲一些这个化学了啊 这个基酸是怎么帮助产生ATP的啊 这个基酸啊 也就是这个磷酸基酸 它在水解的时候会产生能量 它产生了这个能量呢 可以来帮助重新合成ATP啊 就是说这个基酸 利用基酸水解的能量来重新合成ATP 也就是说你在做体育运动的时候 ATP变成了ADP 变成ADP 那么这个能量就被用掉了 用掉了之后呢 这个就是ADP啊 ADP再加上这个磷酸基酸 ADP再加上基酸 它又变成了ATP了 又变成能量了 等于它又可以使用一次 又可以有能量 又可以使用了 就是说你这个运动了之后 ATP变成ADP ADP再加上基酸 它又变成ATP 又可以产生能量 又可以运动 那你这个运动的耐力 运动的这个强度 耐力它都变强了呀 那么如果是进行生酮饮食的人 能不能吃这个基酸呢 那么什么是生酮饮食 生酮饮食就是低碳水 非常少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然后呢脂肪占到了大于70% 70%的热量都是来自于脂肪的 这个叫生酮饮食 所以呢 生酮饮食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减少我们这个血糖的影响 你看这个 这个黄黄的 深黄色的 这个是碳水化合物 你看它对这个血糖飙升 飙得很高 黄色的呢 这个是蛋白质 但是比较少 绿色的是脂肪 你看它这个血对血糖的影响是最少的 而且它持续的时间长 所以呢脂肪吃进去了之后呢 你这个能量持续的时间长 碳水化合物吃进去之后呢 血糖一下子飙得很高 然后一下子又会变得很低 所以吃中饭吃了很多碳水化合物会变得想要打瞌睡 如果你不想做午打瞌睡就多吃点这个脂肪就可以了 好前面讲过了啊 这个基酸它是非蛋白质的氨基酸 它是一种氨基酸 非蛋白质氨基酸 它里面是没有碳水化合物的 跟碳水化合物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呢这个基酸啊 生酮的人啊 进行生酮饮食的人也是可以吃的 因为它不含碳水 然后我们这个95%的这个基酸都是在肌肉里面的 在人的肌肉里面啊 而且呢我们每天是需要一到三克的这个基酸 来维持我们这个肌肉里面的基酸的这个储备量 我们这个基酸从哪里来呢 有一半的基酸呢 是从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补充进来 你多吃点这个瘦肉鸡肉啊 这个这个牛排啊 这些是金肉啊 多吃点金肉 它里面这个基酸就很多 就可以补充进来 还有一半的基酸呢 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肝脏啊肾脏合成的 自己合成的这个基酸 一半是合成 一半是吃进来的 那些吃素的素食主义者 吃素的人啊 他这个肌肉里面的基酸储存量非常少 他吃素嘛 他不吃这个金肉 所以他基酸储存的非常少 然后这样吃素的人 如果去补充这个基酸 就会观察到他的基酸含量 可以大幅的增高 可以增加很多 因为他本来就少 所以这个基酸可以一下子增加很多 那么既然我们一半的基酸是吃的 还有一半是人体自己合成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补充这个基酸补充剂呢 啊 因为日常的饮食里面 每天所含的这个 这个量呢 大概是一到两克这个基酸 饮食里面 然后我们肌肉储存这个基酸呢 它不能是100%的满仓 全仓储存 它大概只能储存到60%到80%的这个仓位 就是说这个肌肉这个仓库里面的基酸不是放满的 只能放到60%到80%啊 所以呢 我们通过一个饮食补充的基酸呢 大概就是到20%到40%的左右 所以呢 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我们这个肌肉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空余的这个空间 可以用了存放基酸 可以放更多的基酸 因为我们讲了 它没有满仓 没有全储存满啊 才储存了 还有很多空的位置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补充剂 可以补充进来 放到这个空的位置去储存基酸 那么储存了这么多的基酸 多储存基酸有什么用呢 那么就是在你在运动 体育运动的时候 需要的能量的时候 它就能够用得出来 那比如说在古时候 你看到一个老虎来了 你这个基酸少 你跑跑跑跑 跑三分钟你就跑不动了 然后被老虎抓住 吃掉 如果你这个基酸储存的多 你跑跑跑 你可以跑个五分钟 跑个六分钟 老虎也抓不到你 那你就能活下来 类似的啊 体育运动里面也是的 你本来跑个一千米就累了 现在你跑个两千米也不累 因为你这个基酸里面就是能量啊 你储存的能量多了 关键时候要用的时候就能拍得上用场 那么基酸还有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抗氧化剂 作为一个直接抗氧化 以及间接的抗氧化 因为基酸补充了之后 减少了人体的这个氧化应激反应 所以呢 作为有这个抗氧化的功能 然后呢 也就可以减少这个身体的炎症 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它可以增加这个体育运动 尤其是一些冲刺跑步 百米冲刺 它的这个强度 以及增加你这个肌肉量啊 练肌肉想要肌肉 长得壮一点 漂亮一点 看上去肉多一点的啊 这个可以增加肌肉量 以及增加这个体育运动的表现 你跑得更快 跑的时间更长 所以那些需要冲刺的 冲刺型的这种体育运动 它是很有好处 以及那种可以需要 当中有恢复过程的这个体育运动 也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我可以像那个怎么打球啊 打一场之后 可以休息个十分钟啊 然后再打第二场 然后再休息十分钟 再打第三场 在这个休息的阶段 你身体里面的这个基酸 就可以产生化学反应 去制造更多的ATP了 对吧 所以这个基酸 它对那些冲刺型的体育运动 以及对这个强度型的 就是讲力量强度的体育运动 是有帮助的 但是它对这个耐力型的体育运动 帮助不大 比如说像马拉松 马拉松要不停的跑不停的跑跑膨胀时间 它对这种运动的帮助不大 通过这个基酸啊 对那些高强度的体育锻炼 以及那些重复性的 运动一下 然后休息 然后再运动 然后再休息 这种重复性的运动 它的体育表现可以增加10%到20% 这个体育表现的 不仅仅是体育表现啊 而且基酸可以帮助你从高强度的体育运动当中恢复 以及在体育运动当中这个肌肉受伤 肌肉损伤了之后 通过基酸可以快速的帮助这个肌肉恢复 帮助身体恢复 就是说运动的时候有帮助 你在恢复的时候也有帮助 不光光是身体的体育运动啊 你如果是脑力运动 如果你去参加高考 如果你去参加围棋比赛 象棋比赛 或者参加数学奥林匹克 那些要动脑子的活动 这个基酸也可以帮助大脑 有更好的表现啊 大脑因为也要消耗能量的嘛 而且它里面有些物质可以帮助 大脑这个神经信号的运作啊 对大脑也是有作用的啊 就可以那个减少这个大脑的疲劳啊 所以动脑子的人也可以通过基酸 来增加脑子的表现 这个基酸对抗衰老有什么用呢 啊 少肌症就是年纪越大 肌肉萎缩 肌肉就越来越少 年纪越来越大 你的肌肉就越来越少 这个就是跟年龄相关的 这个肌肉会越来越少 那么通过这个基酸呢 可以增加肌肉啊 增加肌肉 那么这样就是通过增加肌肉 来达到一个抗衰老的作用 还有呢 就是老年人肌肉少了之后 肌肉的力量也少 走路啊 走着走着不小心就摔一脚啊 不是说摔跤本身没什么 摔跤导致了之后什么摔破了 骨折了 骨折了之后又引发什么引起什么并发症 然后就一命呜呼了啊 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大概在七十岁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聚在全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然后他一个人出去小便 小便的时候摔了一跤 其实摔跤也没什么 但是摔跤了之后摔了骨折了 骨折了之后到医院去治疗 然后这个骨折这个本身又引发了什么炎症啊 引发了身体的其他的并发症 结果就去世了 所以啊 这个肌肉少 没有肌肉没有力量 容易摔跤这个事情 对寿命 对长寿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么少肌肉的人 可以老年人可以通过这个积酸补充 来增加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数量 讲了这么多好处再来讲讲它的风险啊 前面讲过了这个有些报告啊 在这个研究里面就是说有些案例啊 说这个鸡酸真吃了之后呢 会导致这个肾脏功能的异常 肾脏功能异常 有一些案例 因为那只是一些案例啊 那后来又进行了更多的其他的研究 其他的研究 包括动物啊 人啊 反复的研究 发现了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 能够证明这个基酸的补充剂 会导致这个肾脏的功能出问题啊 就是说证据不足 它对肾脏的伤害 就是证据不足 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吃了基酸之后呢 会导致这个体重增加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你肌肉的量都增加了 你这体重还不增加吗 啊 所以呢 总的来讲呢 基本上这个基酸呢 是安全的 布莱德博士认为 那么这个怎么个吃法呢 布莱德博士 他个人是每天吃五克 五克的这个基酸啊 然后慢慢的来增加这个肌肉里面 的这个基酸的储存量 慢慢的增加 这样比较安全 你一下子吃太多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副作用啊 所以慢慢的增加 如果啊 这一天你是要健身的 体育锻炼的啊 那么他呢 是在体育锻炼之前 吃二点五克的基酸 体育锻炼完成了之后 再吃二点五克的基酸 然后这一天 如果你没有体育锻炼呢 没有体育锻炼的时候呢 他布莱德呢 他仍然还是吃五克的基酸 因为他这个基酸还可以帮助这个肌肉恢复嘛 对吧 好 讲好了 这个布莱德博士 他是吃了一天五克的基酸 那么我 我的观点是 我是没有吃 我也不想吃这个基酸啊 因为 虽然是看到了 基酸有很多作用 主要是用来增加肌肉 增加肌肉的力量啊 那么我现在 觉得这个年纪四十几岁 还没有到非常迫切啊 我觉得因为否则要吃的话 要吃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东西呢 他还有一些抗氧化啊 增加肌肉啊 我觉得他在这个抗衰老的整个 这个图画里面 他的这个作用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我汪先生个人呢 我没有买基酸 也没有吃基酸 也不打算买 也不打算吃 那么你是什么看法呢 你是吃基酸 还是不吃买 还是不买呢 欢迎把你的看法 给我们大家交流啊 布莱德博士 他是吃的 我是不吃 那么你是怎么样呢 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 看法都不一样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基酸 他对抗衰老这个目的 功能和作用不是太大 他主要是用来增加肌肉的力量 和增加肌肉量的啊 如果你年纪很大了 肌肉萎缩的严重 那么你补充一点基酸 对抗衰老长寿有帮助 但是像四十几岁 我我现在通过体育锻炼 这个方式啊 肌肉也在一点一点增加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不想吃基酸 那么你吃还是不吃 你的选择是什么 欢迎跟大家留言交流评论反馈 好谢谢拜拜